平时伟人因为要忙于工作 而忽略了一个作为丈夫的职责 同时也忽略了贺子珍的感受 但是当时的贺子珍也都能够理解和体谅她 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女性 她和伟人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也会一直在伟人背后做一个默默支持她的女人 贺子珍不仅是一位妻子 同时也是一位母亲 贺子珍前后为伟人生下了六个孩子 因为当时处于革命阶段 贺子珍不得不再生下孩子之后 将孩子交于乡亲父老护养 然后继续前行 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 有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 因为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 以及丧子的悲痛 最终让贺子珍患上了重义抑 悲伤后的贺子珍选择独自前往苏联 后来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贺子珍夜晚太想念家乡 而踏上了回国路 在回国以后的贺子珍第一时间想要见伟人 两人亲密以后相互安慰 但当时的伟人身边已经有了江青 贺子珍深知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看到伟人一切安好 他比知足了 而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伟人在弥留之际仍然想着贺子珍 直到伟人去世三年后 贺子珍才有机会为昔日的爱人送上花圈 而花圈上的落款却写着战友贺子珍 用这几个字表达了对伟人的怀念 让在场的人惋惜不已 贺子珍和伟人的感情也因为他当时离开而变淡 现如今以战友的身份送为人最后一程 无疑是刻在骨子里的感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下方订阅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